请 李先生24岁 来自天津 物流 有请小李 王女士23岁 来自山东健身教练 有请小王 有请 欢迎两位 现在在哪儿生活呀 天津 姑娘来咱们天津了 对 我是小时候在这边上学 然后工作也在这边 小时候就在那儿读书啊 在中间有回过老家 那就是算我们 办个天津人是吧 算是吧 今天来干嘛呢 就是我们两个 在一块也有一年多了 就是通过朋友之间 然后聚会认识的 之前感觉挺好的 两个人合得来 干什么都能投得来 然后后来慢慢发现 就感觉他的脾气 越来越不对 脾气越来越大 光跟我大也就算了 然后跟外人也好 跟家里人也好 脾气也特别大 而且还特别小心眼 特别爱翻旧账 这几顶帽子扣的 就是有一次啊 我们俩去出去发雪 看见一个女孩啊 就是摔倒了 摔得头破血流的 她第一时间想冲往下 救人 当时我拉了一下 我说好心是好事 但是现实生活中 往往有很多案例 导致自己啊 陷入不必要麻烦 咱们旁边有医护人员 对吧 咱们可以通认医护人员 或者通认他人家属 就可以了 她呢就冲过去 扶人店出去 然后突然之间呢 就是你说吧 你自己做事情 你自己说 这人做一个好事 怎么弄跟做坏事似的 本来这个事挺好说的 她朋友坐在上面 我一看她在我旁边摔倒了 我就赶紧扶出去吧 因为穿着那个血鞋 也不方便吧 然后结果呢 她那几个朋友过来之后 然后就好像是以为是我 把人家给打了 然后就给了我一圈 我这些就混账了 对 然后呢 我寻思赶紧救人主要 然后呢 她过来之后 发现这个事情不对 就赶紧上去 跟那些人都吵吵起来了 这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本来挺好解释的一事 当时我冲我的时候 跟那几个男生动手的时候 她也跟她动手了 号手之后 她反而还说着我 她跟谁动手啊 我过去拉架 因为那是三个人 去打她一个人 然后我过去拉她 然后结果她脾气上来之后呢 然后她还要 她还要说我 这些事之前 还有很多小事 我们一块出去吃饭 服务员稍微态度不好了 或者是不小心 把东西弄撒了 她都能起来 跟人家吵一架 就场面特别尴尬 就可以想象当中 生活中各种小事 她说翻脸就翻脸 就比如说 就不能坐她开的车 就是我们开车出去 我跟你说服务员这事 我更不好 我都不想说 本来这是打饭嘛 在一食堂里 打饭的大叔 他就一直不搭理我 开始我就问人家 为什么你不搭理我呢 就是他说 我光复得打菜 不复得打饭 我说咱要没有玻璃挡着 我就进去打了 您受累就不在你旁边 他说我就不管 打饭在后面把手机呢 当时他没插话之前 我们俩可能就只是情绪激动 然后他过来了 插呼就来 事两边越说越大 他感觉他并不是劝架来的 他就是点火来的 我是把你拉开 那是我学校 我以后怎么打发 你冲着人吼 对吗 你脾气到哪儿就点着 那行 这个事也放着 那问你咱俩出去开车 那前面有一辆路障 毙了咱们一下 你摇下窗子就跟着人骂 这种事少吗 对 这事确实是赖我 不过你开车事也不少 先是在跟他去我父亲那儿吃饭 然后我跟我父亲喝点酒 然后晚上我让他开车 开到一个小道上 前面有个送外卖的 那个小哥吧 可能在那儿看手机 看单呢 他又准备了喇叭 我就跟他说咱道一把 绕过就行了 然后不行他不听我的 非要摁 弄完之后小哥下来了 过了也骂他 当时我看见提打吧不平 然后我就下车 我跟那个西班牙小哥俩人 就是吵着起来 吵着起来之后啊 他跟我一起 一刻跟那个 外卖小哥一会吵吵 吵吵完之后 我没吵吵 我都劝架的 我们俩回来 我们俩回来都坐车里了 把车停好了 路上他可能感觉 当时气没消 反正又说我 我就总感觉 他就是胳膊肘往外拐 这事承认我不应该按喇叭 但是你一上去 那脾气又上来 我拉都拉不住 这种事太多了 行 听懂了 抱脾气 其实我这脾气也不是 就是现在就一直这样的 也是跟他 没在一起时候 还有刚刚在一起时候 其实啊 生活要没那么多压力啊 其实 我脾气也没有那么大 谁也不愿意 总是跟人打架对吧 像这种类似的事情 每一次吵架 他都会拿出来说是 就比如说 他这个小心眼 我之前养了一条狗 养了四五年了 只不过是因为那时候 我之前跟我前男友的时候 在一起养的 然后但是养四五年 肯定有感情啊 对吗 是 是 是 然后他刚在一起 还没有在一起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说那个 我挺喜欢这小狗的 然后后来慢慢发现 对这狗一点都不好 然后就感觉说 是我跟我前对象养的 然后就感觉 这个狗我心里一直想着我前男友 然后还有就是 他说他过敏 就因为他过敏 我还把狗毛给剃了 然后我还这样养着 到实在不行 最后他实在不喜欢 然后我就把狗给送走了 我跟你说 他其实并没有 他说的就是汪帽前男友 这时候小事 他那条狗 他根本就是 前期小时候没有管教好 举个例子 他做完饭 放桌上 我也没看住 我这狗自己上餐桌 把菜都先吃了 那狗肯定见吃的就吃呀 而且那个桌子特别矮 那狗一站起来就能够得到 那为什么 我们家狗就没有这问题呢 我奶奶家养的 你家的狗才多大呀 而且再说了 这狗之前都不咬人 你说他出去怎么总咬人 我看就跟你学的 你出去就乱咬 然后把这狗 这个绞的狗毛 绞的这狗毛 一百多块钱 我踢次头还三十块钱 这感觉狗逼我还金贵了 我这个怎么了 哈哈哈